今天的財務局旅長以及我們大人旅收的鄉親 跟現場在座社會的問題記得大家早安 我想這個問題昆倒在了很久 廣武池社會員機經過 不是七年八年是經過這長期的規劃 大家一直在捉摸不定 好不容易博者標到 後來因為進度沒有配合以上 因此被台北施政務 把他給予剃除他的資格 那麼現在台北施政務 既然大臨門已經講到最後的時間 要把社會機關用地 所謂的社會用地 要把它弄成機關用地 那麼機關用地要拿來蓋公營住宅 其實這是個違規跟違憲的事情 如果是機關用地 那也是辦公的用地 那它的總計可以從200到200到200 但是如果我們說是 加社會機關用地 即乾公營住宅 最能支持 那是一種公用的行為 也就是說 用社會機關用地的結果 來乾公營住宅 不要請教公營住宅 算不算 機關 我們台北施政務 現在所在的這個標準 這個機關 但是我們已經在台北施政務 但是拿來蓋社會用地 它才能夠想到四百元之間 但是 我們的蓋航公營住宅 這算不算機關 它根本不是機關 它是住宅 那住宅怎麼可以用機關 把它套上去 所以我們在這邊要嚴格抨擊 它到最後一年的最警察中 為它兌現它的公營住宅 建物的措施 它不得不適時專家管制 拿我們的管制社會員機來開招 它這麼說 這一個是 台北是一個很大的空地 剛好可以攬著到 以前的公營住宅機率 一直談一同在經濟 而且迴避環璧 它因為把這個地方把社會 2.9公頃 公營1.6公頃 跟3.16公頃 它把一個大連結 集結合成了三個小連結 來規定 也就是逃避環璧 昨天 我們在綁持社會員機的時候 有許多人知道 不光是地質非常問題 而且 它的教宗 它的宰相 就是巷弄只有八年關 如果能夠容納以後 建完成之後的二三層 五三層層樓的 高度對基礎疏散問題 以及裡面有公營住宅 有老人長照中心 有照顧老人 有照顧弱勢 公營住宅是連進的問題 但是如果說當老人 當長照中心的老人 當生臟的朋友 遇到有急難的時候 不管是地震 不管是火災 不管是天災症候的時候 怎麼辦也沒有辦法疏散 我想這個問題 就必須要納入環璧 所以今天 好農民市長 他規避了環璧 他一直要把五千物 公營住宅來納進來 找網址來納進來 我們認為這是一個 遭到嚴重的事情 我要再一次的抨擊 這個做法就是 那這個問題 各位就成為被犧牲者 各位就成為犧牲者 各位就成為說 好農民開資料 大人你要買單 好農民開資料 光此社會中心 就要買單 這何其不顧啊 大家說 同不同意 好農民在這邊 在公民住宅 提升到 一千本物 年來的5145 提升到一千本物 這是不是 弱勢 這是不是 然後我們 大革命這一 車出去的記憶 那不是傻瓜 我今天要請大家說 是不是 是不是 我們今天要大聲的要求 今天早上要開 故事期望 我們希望 大家要把真正的 用詞提出來 就到底公民住宅是 機關用地 還是社會用地 公民自宅 如果不是機關用地 我們就完全要 反對動 反對不能把 2001的 武衆經濟 升為 失敗的攻擊 這是一個不會被做完 我希望 大家共同 有些一個公訴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